第35集 这是什么? 原来有人在做这种游购业务? 最近有时候会看到,我们注意 不过三营的永田说他早就知道 看到这个Marine Crash的游戏 内容跟我们的Submarine很像 他觉得奇怪 后来,他有朋友在这里下订单买东西 他去接来看 结果就像你看到的 那种一模一样 他吓了一跳,跑来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正情一头雾水 Submarine 美农部说着往椅背靠去 金属挤压摩擦发出 吱吱压压的声响 这是我们的原创作品 没错 说得精确一点 我们是拿麻省理工学生做的游戏为基础 可是 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创意开发出来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一个毫不相关的人 在毫不相关的地方想到同样的创意 还具体地做出来 这种恍然可以说几乎不存在 对吗? 这么说 唯一的可能 就是我们当中有人把Submarine的程序 泄露给这家无限企划 不会吧 你想得到其他的可能吗? 手上有Submarine的 只有参与制作的成员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也不随便出界 对于美农部的质疑 郑晴无话可说 的确 郑晴实在想不出其他可能 事实摆在眼前 酷似Submarine的游戏 正通过游购渠道出售 要集合大家吗? 郑晴提 有这个必要 马上就要午休了 叫大家吃过饭后 到这里集合吧 问过所有人 可能会有线索 当然 前提是 那个人没有说谎 美农部嘴角一瞥 用指尖把金边眼镜往上推 我实在很难想象 有人会背着大家 把东西卖给商人 忠道 你要相信大家是你的自由 但有人出卖我们 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不一定是蓄意吧 听到郑晴的话 美农部扬起一道眉毛 什么意思 也可能 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别人偷走了程序 你是说 嫌疑人不是成员 而是他身边的人 是 虽然对嫌疑人这种说法 有点排斥 郑晴还是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样 都有必要询问所有人 美农部说着 把双手盘在胸前 参与submarine研制的 包括美农部在内共有六人 大家在午休时间 全部聚在了第六研究室 美农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但所有人都坚称自己一无所知 一个四年级的学生 对美农部说 先不说别的 做这种事 肯定会像现在这样露出马脚 哪有人会笨到想不到这一点 另一个人说道 既然要卖 当然是跟大家商量后 我们自己卖啊 这样赚的钱绝对更多 有没有人 曾经把程序借给别人 美农部提出这个问题 有三个学生回答 曾经借给朋友玩过 但都是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确定 朋友没有时间复制程序 这么说 可能是有人擅自把程序拿了出去 美农部要每一个人交代 记载程序的卡带的去向 但是没有任何人遗失 大家再想一想 既然不是我们 那么就是我们身边 有人擅自把萨巴曼瑞卖给别人 而出钱买下的人 竟公然拿来都受 美农部心有不甘地 依次注视大家 解散之后 郑晴回到座位 再度确认记忆 最后的结论是 至少自己的卡带 没有被人偷拿的可能 平常他都把储存了 其他数据的卡带 和submarine卡带 收在家里书桌的抽屉里 带出来的时候 也是随身片刻不离 甚至从未把卡带留在研究室里 换句话来说 东西绝不可能从他这里遭窃 话虽如此 这件事却让他有了全然不同的感想 他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的游戏之作 竟然可以成为商品 或许 这将是一项全新的商机 郑晴想起 唐泽雪碎的身世 是在与李子交谈后半个月左右 他陪朋友到位于中之岛的 府立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 这位朋友是他在冰球社的同伴 姓袁内 袁内为了写报告 正在调查以前的新闻报道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 我也常被叫去买卫生纸 园内看着摊开的报纸缩印本 小声地说 桌上放着十二册缩印本 从1973年7月份 到1974年6月份 每月一册 郑晴从旁边探头去看 园内看的是 1973年11月2日的报道 内容是 大阪千里新市镇的超级市场内 卫生纸卖场挤进了三百名消费者 那是石油危机时的事情 园内正在调查电力能源需求 必须阅览当时的相关报道 东京也有抢购囤积的情形吗 好像有 不过东京那边应该是抢清洁剂 抢得比卫生纸凶 我表弟说 他不知道被叫去买过多少次 哦 这里也写着 有主妇在多摩的超市 买了市价四万元的清洁剂 这该不会就是你亲戚吧 园内笑着逗正晴 胡说八道 正晴也笑着回答 正晴心想 自己那个时候在做些什么呢 他当时正读高一 刚搬到大阪不久 正努力适应新环境 他突然想 不知那个时候雪碎是几年级 他在心里算了算 应该是小学五年级 但他无法想象雪碎小学时的模样 接着他便想起了唐泽离子的话 也是意外身亡 我记得是雪碎刚生上六年级的时候 好像是五月吧 唐泽离子指的是雪碎的亲生母亲 雪碎读六年级 那就是一九七四年了 正晴从缩印本中 找出一九七四年五月份那一册 在桌上摊开 那个月 发生过众议院通过修订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主张女权的女性 为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 与众议院集会等事件 还有日本消费者联盟成立 东京都江东区 三分以来问第一家店开业的报道 正晴翻到了社会版 不久便找到一则小篇幅报道 标题是 大阪市生野区煤气灶熄灭 造成一人中毒身亡 报道的内容如下 二十二日午后五时许 大阪市生野区大江西七丁木吉田公寓 一零三市房客西本文代 括号 女三十六岁 被公寓管理公司的员工发现倒在屋内 经紧急呼叫救护车急救 但西本女士到院前已身亡 据生野分局调查 发现尸体时 屋内煤气弥漫 西本女士可能死于煤气中毒 现正针对煤气外泄的原因进行调查 研判极有可能 是煤气灶上加热的大酱汤溢出导致熄灭 西本女士却未发现 就是这个 正针很有把握 报道与唐泽离子告诉她的几乎完全一致 目击者中并没有出现血碎的名字 这应该是报社基于新闻道德做的处理 园内从旁边探过头来问 你看什么 那么认真 哦 没什么大不了的 正针指着报道 说是发生在家教学生身上的事 园内大为惊讶 哦 竟然还上了报 真不见得 又不是跟我有关 可你不是在教那个小孩吗 那倒是 嗯 园内不明所以地发出敬佩的鼻音 又看了一次报道 生野区大疆 在内藤家附近吗 哦 内藤 真的 嗯 应该没错 他们说的内藤是冰球社的学弟 比正情低一届 嗯 下次我问问内藤好了 正情边说 边把报纸上吉田公寓的住址抄下来 他在两个星期后 才向内藤问起这件事 因为上了大四 已经不参加冰球社的活动了 也很少有机会和学弟碰面 正情到社团 也是因为缺乏运动开始发胖 想稍微活动一下筋骨 内藤体格瘦小 虽然拥有高超的溜冰技巧 但是体重不够 近距离接触时不耐壮 实力并不太强 但他为人细心周到 又懂得照顾别人 所以在社内主要是担任干部 正情趁着操场上做体能训练的空档 找上了内藤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